走進廟裡拿起桌上金紙 對著神明虔誠参拜 儘管戴著口罩 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正在喃喃自語 乍看之下就像普通姓眾 但他其實是犯下 南投四死槍擊案的嫌犯 李鴻淵 在十三號早上 也就是犯案前一天 李鴻淵騎著機車 帶著水果籃 前往南投紫雲宮拜拜 沒想到隔天就持槍 殘忍殺害四名 生計公司員工 由於他身材高大 又穿著迷彩服裝 讓廟方人員印象深刻 也許是落往後 他所說的這番報酬言論 讓廟方人員突然想起 李鴻淵曾經來過 這裡拜拜 李鴻淵的案發前足跡 在隨著落網之後 一一浮上檯面 其實是專案小組 為了調查他背後 有無共犯 才會往前調閱影像 卻意外發現 他曾經出現在宮廟 只是他到底想跟神明 求什麼 又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祕密 在畫面曝光之後 更令人好奇 金新聞 趙建林 黃蓉蓉 楊仁敦採訪報導 他在照片中 叫做宣傳 這位是 你不為人知的祕密 那是 你不為人知的祕密 你不為人知的祕密 你不為人知的祕密